利苦得乐是祝福 修行正苦 唯一的一个大愿 为什么要修行正苦 是为帮助众生利苦得乐 这个力量在推动它了 世间这些众生为什么拼命在做我业 什么力量在推动它 这个推动的力量是来自财色名利 这个力量推动它 无数不为 以为它能得到什么 如果它要真正知道 释出世间一切法 空无所有 像《般若经》上说的 一切法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 那个财色名利 就淡化了 不起作用了 我说假的 不是真的 它就能得解脱 这些人迷了 不知道是假的 以为是真的 做梦里头 在争夺 才生命利 给一些互相竞争的人 打得头破血流 一觉睡醒了 这一身冷汗 什么也没得到 在六道里头醒过来了 就脱离六道了 谁醒了 阿罗汉醒了 阿罗汉知道这一场空 行过来 诸四身法界 四身法界还是不究竟 他没有分端生死 但是他有变异生死 那你暗中生死 在六道里头 你暗中生死都要受 在四身法界 只受一种 分担没有了 便亦有 便亦是无常 六道里头粗 现出现 四身法界 微戏 那就是哭哨 若都哭哨 从哪来的 从分别来的 从妄想来的 妄想就是起心动你 在那个地方用功 不分别 不起心 不动你 修成了 等于做梦 又醒了 醒了之后 四身法界没有了 群是假的 四身法界是梦 六道轮回是梦中之梦 师尊在大臣经上 常常用梦幻泡影 来做比喻 梦是主要的比喻 换泡影 是补助的 真正比喻 就是那梦境 梦幻泡影 全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信息的人 不难体会到 我们细心观察 昨天过去了 它存在吗 不在了 永远不会回来了 我们活动落在这些像 再放开我们看 那是什么 那是梦一场 也是永远不再回来了 这不都摆在面前吗 以前没有录像 看不出来啊 现在录像是什么 那是梦 就在眼前 能得到什么 什么都得不到 四十真相 那就是一天比一天 接近死亡 这是事实 谁都不能逃过 早年我讲经常常 谈这些 人的一生 从出生 就非常精进 一分一秒都不停止 往哪里去呢 往佛墨里去 从生到死 静静的 一秒钟都不停了 那这就叫人生 佛看得很清楚 你到这个时间来 就是生死 生死 永远在搞生死 死了又生 生了又死 这个生死轮回 很苦啊 实际上你细心就观察 这个生死轮回 他的真相 弥陆菩萨 受受的 那也谈止 多少个生死了 三十二亿 百千年 一念 就是一个生死 每一个念头 是圆满的无因 无因里的所限的 全宇宙 一参止 我们如果把它换算 假设 一秒钟 谈五次 就是一千六百兆个生命 每一个生命 都不停住的 都不住 幻想啊 当初出生 谁出灭尽 并伐界虚空间 不利 这个四十真相 我们还有什么 可求的 总而言之 两个字 佛把它描绘出来了 叫无常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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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阿尼陀佛